好,來!大家午安啦!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這一次 一次到貨4款帳篷 承諾這個11對線,這個是 理由金的餘松屋 然後 這個是馬爾蒂夫300 旁邊那個是馬爾蒂夫270 以及最後面的,今天最厲害的小獨角仙 一次到4款 準備一次發4款 好的 首先 是這個 預送屋 這個預送屋 收起來這個樣子,收納袋 這一袋 跟之前 預送屋真的做了很大的改款以及調整 全面黑膠化了 全面的黑膠的預送屋 全部用黑膠布 黑膠遮光塗層 然後呢 骨架的部分 骨架的部分 來看一下 鋁合金 鋁合金 除了這一支 因為強度的關係以外 這支是鐵桿 上面的部分 包含後面 黃色的部分 全部都是升級鋁合金骨架 全部做輕量化 升級鋁合金骨架 狂風包尾布直接標配 全部都標配 直接就含在裡面了 就包尾布 然後呢 內臟的部分啊 以前這個前款的預送屋 內臟是有一點T型的 那只適合L號的充氣床 放不下 XL號的 那這一次 整體做的拓寬 那後面的部分呢 整個把它挪平了 接近一個 接近一個長方形 所以呢 現在 標準的努特 XL號 全部都下得去 不管是NTV17 還是NTV68 齊灣森林 蜜花園 XL號 全部都下得去 整個拓寬 XL號全部都下得去 那一樣是採一個 吊掛內臟的形式 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當一個大客廳用的時候 你這個 內臟可以不用掛 裡面就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喔 好 遇送屋的部分 那他 特色還有這個 因為 其實買這一頂帳篷 主要就是省一個客廳的錢 因為 他就有一個客廳的空間 再加一個帳篷的空間 而且這個客廳呢 他也是可以做三面做延伸的 我可以看到他三面 其實這個是 布是可以放下來的 三面 都有紗窗 三面都有紗門 除了紗門以外 三面都還可以往前撐 可以做一個 往前的前沿 三面都有前沿 的設計 所以算是一個 就省了一個客廳的錢 那如果你今天出去 是一定會搭客廳 一定會搭帳篷 那你買這個 預送物 就比較划算 因為他這個 後面 睡帳的部分 就踩兩隻 然後我們從這邊看好了 睡帳的部分 就踩兩隻骨架 你可以看到平常帳篷如果搭睡帳的話 比較快的 可能要搭到三隻 因為他有前沿嘛 或者是有些四隻 屁股還有一隻 那這個睡帳就兩隻解決 搭的速度會比較快 搭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速度啊 然後這個售價 售價也比較便宜 如果你兩頂加起來的錢 你不如買一頂預送物 看怎麼考量啦 預送物大概是落在這個 CP值來講 算是最高的 一房一廳 一房一廳 而且他上面就可以撐出來 你可以做 這個調整 你要遮陽 你要延伸 你要全部都紗窗 都可以 好 好 再來看 這個 馬爾蒂夫的部分 馬爾蒂夫其實這次到貨沒有太大改變 跟之前一樣 那這次一樣是 馬爾蒂夫300 馬爾蒂夫270 那 這個馬爾蒂夫系列 都是有 比較多人就是問這個 跟那個 北極洋的差別嘛 就是他有銀身包 但是北極洋的布是比較厚的 150D 這個是75D 比較輕量化 那 設計上大龍小翼 再來看這個窗戶 馬爾蒂夫的窗戶 是有這個 鋁合金撐桿的 是有鋁合金撐桿的 那我270 300都有 都有撐桿 這邊都撐給你看 就是下雨天的時候 他這個窗戶比較開啦 然後 跟羅馬駕駛不一樣的是馬爾蒂夫上面有上透氣窗 那羅馬駕駛的話就是上面這個沒有上透氣窗 的部分 那一樣 都是黑膠 都是黑膠的設計 那兩個差別在尺寸 那小的 小的部分 跟大的有一點不一樣是他這個側邊的這個側窗啊 他這個是可以關的 大的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小的沒有 大的有這樣子的設計 那小的他沒有 然後大的後面 大的屁股後面 小心走 不要勾到 屁股後面他這個 睡臟的部分的後面呢 他有開 他有開透氣窗 那小的就精簡 小的就沒有 那大致上差異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很經典 一樣好含這個延伸潛艇 一樣有含延伸潛艇 大的部分 小的沒有延伸潛艇就大的 所以他可以再延伸出去做一個更大的 客廳空間的利用 更大的客廳空間利用 然後今天 帶來那個小張手幫我拆一下 今天帶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 馬蒂夫300 他室內空間的感覺 我們來站進來看看 裡面 我們300丈 300丈 放一頂 就是標準的 XL號 NTB17 NTB68 齊岸森林或 蜜花園操油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旁邊那個 馬蒂夫270的話就是放L號 放L號床 你看看 我身高大概172 你看看 上面 大概還離 還有三個拳頭 三個拳頭 很高 上面有這個置物網的設計 這個標配 都付給你 這個是電燈掛勾 掛燈勾 然後這個 走線掛勾 看到 線可以從這邊走上來 走線掛勾 電線孔 前後 各有一個 然後可以看到他上面 是踩一個這個 全透氣網的設計 全透氣網的設計 然後中窗 下窗 全部這個標配 真的是做到最高規格 全部都是可以開關的 全部都是可以開關的 所以 這樣子的透氣 這樣子的CP值 真的是很值得 難怪 華爾蒂夫系列 一直以來都賣的這麼好 他就是講求一個換氣 然後這個你看 剛好這樣也看得到 全鋁合金骨架 兩頂都是全鋁合金骨架 好 那我們今天 比較正式的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小獨角仙的部分 好 那小獨角仙 我們這個布啊 都是用黑膠的零格布 黑膠抗撕裂的零格布 可以看到來再拍細一點 好 在上面看到黑膠的 抗撕裂零格布 然後 這個 LOGO的部分 全部採用這個 反光 材質 這頂晚上 包括這個包邊 用手電筒罩是會亮的 整頂包邊晚上 手電筒罩是會亮的 好 這個是用到150 150單 150單的厚度 相較於我們剛剛看的前面那三頂都是75單 所以是Double兩倍厚 Double兩倍厚 所以是 更耐用 好 更康撕裂的材質 包括他的車工 都不一樣 因為他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用一個 小內臟的空間 可能 比較寬一點點 但是前面做一個很大的潛艇延伸 那他這個 兩個用處啊 是說 延伸出來前面可以很大的客廳空間 那如果你今天不要用的時候 他也可以收回去 他也可以收回去 不像有些一房一廳的帳篷 他一次搭就要很長 一次搭就要5米6米之類的 那這頂他就是可以 伸縮調整 自由變化的程度比較高啊 那 這一次這個小豬腳仙跟這個 稻子腳仙又有一點不一樣的 地方 在於 努特都這樣啦 一開始新品上市都會很殺啦 所以 其實真的買第一波的永遠是最賺的 不怕你脫手以後都還是賺 這一次 你如果 低波有買到的 就直接再送你 後面這個 延伸的這個車邊布 沒有關係你後面拍就好了 這一片 車邊布 一次送 還送你兩片 因為 什麼 因為他這邊也可以裝 我今天這邊沒裝 要讓大家看差別 一次送再送你兩片 這邊可以裝 這邊也可以裝 這個運用 很廣泛啦 不一定要像我這樣子 你也可以撐一支短銀柱 在旁邊把它撐開 所以他會有一個更大的 遮陽空間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看你怎麼搭 如果你這個也要撐銀柱的話 也是可以 他也是可以往上撐的 取決於怎麼搭 所以 這頂的變化性 其實說實在的 比 大獨角先來講 還要來得多 那 整體又變得更精實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到他的內臟設計 大獨角先是前面會有一個 小客廳的空間 那這頂他為了要精實他的客廳空間 他把這個 內臟的部分 弄成全掛的 弄成全掛 以後我跟你說 擄了所有帳篷 除了這個特別標升270的 其他以後 XL號床 都是標配 都是標配 以後努特的 XL床 在帳篷裡面 都是標配 所以都可以下得去 XL床 而且這一張 這頂很誇張 XL下去之後 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尺寸圖 尺寸圖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小豬腳先已經有上架在 那個官方網站了 好 只是讓大家看一下 他XL號床下去 還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這頂真的是很誇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側邊 側邊 踩兩個窗戶 大獨角先是 有一個獨立側門在這邊 那這頂因為縮小了 所以他就不用側邊進出了 這邊就弄成一個窗戶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這邊 下面開了一個小門 這邊是下面開了一個小門 那如果說你這個內障不掛的時候 當一個客廳的時候 甚至可以就是 跟一些毛小孩玩 他可以當一個寵物門來進出這樣子 但是內障是沒有 內障是沒有開門的 內障沒有開門 就是開外面這邊 那如果說你今天天氣比較好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外面這個打開 這樣子 你內障 在裡面這個 後方後側的地方換氣 直接從側邊換氣會來的比較好 因為這頂它是比較狹長的 這樣子他整個換氣 氣流的這個循環 會比較好 來看一下那個裡面這邊拍不拍得到 那我站進去給各位看 大家看一下 喔 裡面喔 努特的帳篷喔 基本上 站著都是可以站得起來的 都不需要彎腰 從270到300到 預送屋 小豬腳先 你看這個空間 好上次 光老有拍一張圖片嘛 那個地步的 大家有看到那個人啊 躺著可以睡幾個 你自己看一下 好你自己看一下 這個直播夾不了 你自己看一下 這樣可以睡幾個 這樣可以睡幾個 真的很大 這頂真的很大 而且很破格 重點是 他把內帳 做了一個最大空間的運用 那整體外面 又不會像獨角仙 大獨角仙那樣子 寬一動就動到400 一動就動到4米 他這頂寬 縮窄了 所以他比較適合 我覺得 如果覺得大獨角仙太大了 我覺得小獨角仙 設計 你會覺得好像 概念很像 外型很像 事實上裡面設計的理念 跟那個大獨角仙完全不一樣 他可能就是 前面這邊雷同而已 OK 浴松屋內帳的高度是不是 來那個小方手幫他貼一下 內帳的高度 我們實際站進去看一下 來 來 浴松屋 喔 大概我覺得這樣子大概是165左右 165左右 稍微有比較矮一點 稍微比較矮一點 這樣可以嗎 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小方手尺寸再幫我貼一下 浴松屋也都看了 可以去往上看一下 尺寸讀都有 那這一次我們來看一下內帳 之前是收一個T形 之前這邊斜一個腳進來收一個T形 這一次 做整個 長方形 為了就是什麼 下插油耗床 沒錯 這一次就是浴松屋讓你插油耗床直接下去 NDP17 NDP68 齊幻森林秘幻花園XL全部都下來去 全部都下來去 小方手有貼了 170高 170高 對 OK OK 好 希望大家可以這個 一起團結 挺過這個 這個艱難的時刻 大家加油 謝謝大家